桃圆灯会活动只剩下周六和周日最后两天 赏灯还能够顺便打疫苗 灯会现场提供快速便利的疫苗接种服务 包括流感疫苗和莫德纳双架次世代疫苗 都能够在现场免预约接种 桃圆灯会首度在杨梅富岗举办 展去包括富岗火车站 富岗运动公园 博宫岗公园等地 以游乐园概念打造 主灯富吐未来吐 科技感十足 灯会剩下本周六日最后两天 来赏灯会也可以顾健康 桃圆市卫生局持续提供快速便利的疫苗接种服务 我们为了让民众可以到杨梅赏灯的时候 顺便可以接种疫苗 然后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主灯区跟传统灯区 有提供流感疫苗 还有我们的次世代的新冠疫苗 在那边接种的话都相当的便利 而且非常快速 符合流感疫苗和次世代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 记得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以及小黄卡 把握赏灯会的机会接种 不过除了持续提升疫苗接种率 卫生局也呼吁开学后特别留意肠病毒 那如果一旦医生确认它是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确诊的话 那应该要避免让孩子去上课 因为这个可以主要是担心整个肠病毒的一个传播 那如果这个原本幼儿他所上学的机构的话 也要加强那个环境的清洁跟消毒 避免整个肠病毒的扩散 由于桃园市已经三年没有出现肠病毒重症病例 接下来随着中央第二阶段室内口罩松绑 假使得到肠病毒呼吁落实生病不上学 避免扩大感染